大家好,今天是周三,安迪上来做一个video啊 这个video呢也是继续记录咱们今天是第三天,拉满仇恨的 美股多头第三天啊,安迪在这里呢会给出自己今天的这个操作过程的感触啊 还有一些解读啊,包括有一些朋友啊,问了我一些比较好的问题 比如说什么时候你才会翻多呀,你要把这空头做到什么时候啊 为什么你现在不看多呢,那这都是比较不错的问题啊 今天呢,我慢慢说,我气啊,调整调整 自己总赶了自己啊 今天呢,整天啊,基本上是一平开吧 平开嘛,就是保持低调的震荡啊 然后呢,这往下走了一下,往上拉了一下啊 这就是美联储啊,降了一个reca啊 reca的事情呢,我在前面的视频里也说过啊 我始终认为经济不好啊,他才会reca的,但是呢,无独有偶 今天那个,谱爷啊,继续说,我们美国是,有史以来,最强的经济 现在,最强的经济,你怎么不加息呢 其实有人问这个泡尔啊,说那你牛啊 你现在,你的这个level这些都可以啊,这些是吧 那你考虑不考虑,把这个hiking rain呢 泡尔说,嗯,现在不考虑啊 泡尔,泡尔很实际啊 说我现在没有特别重大的那种事件出来 我不会考虑的啊 人家也说了啊,这个降息reca只要是通胀没起来啊 这个,我基本上好像,嗯,该刺激还要刺激刺激啊 这经济啊,人家这说话呢,我认为就是,也是比较这个 他的说话呢,是比较综合的 因为本来呢,美联储啊,这个投票啊,他也是 那有些人是同意降息的,有些人是不同意降息的啊 那并不是像咱们那个,可能一般朋友知道啊 有些人要不知道,可以看看这个美国,他这个美联储决策啊 什么东西都是通过投这个票的啊 他也不是说谁一拍脑门一想啊 跟谁一沟通就是啊 本身在这里呢,他也有不同的声音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你在一个多元的市场里啊 这基本是今天的盘面走势啊 安迪今天呢,手中呢 安迪机具开空单啊 但是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事情 要跟大家这个简单说一下 第一点是安迪今天进行了盘中的交易啊 因为我做了一下银车队啊 安迪之前说本来是这五天应该就是光卖啊 光就是这put啊 我不交割的银车队啊 但是今天我交割了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呢,我认为呢,他这个交完锡呢 会有一波反凑啊 所以呢,我这个交完歌之后呢 北盘呢 有些啊,我又把它给铺上了啊 但是今天用的资金呢 相比前两天要少一点啊 我之前曾经说过啊 一天用一块钱啊 连续做五天用五块钱啊 今天其实呢,这么一捣一弄啊 用了零点五块钱啊 零点五块钱 为什么呢 就是为了明天啊 我准备可能会用到一点五块钱啊 这里呢,有一个小小的资本管理啊 资金管理 有些人总在说想学点知识啊 安迪就用个小案例啊 开动你的小脑筋 可以好好想一想啊 今天安迪是赔和赢呢 安迪呢,其实今天是啊,继续的啊 是赚啊 但是安迪呢 手里呢,有一个品种啊 出现了大幅的这个 安迪造成了大幅的这个亏损啊 但是累计呢 安迪还是赚的 但是为了就说是 有些人说啊 你怎么好像有点吹啊 这其实会炒股票的 都知道这不叫吹啊 这,这就是事实啊 就是你,你们出来看YouTube啊 有些人啊 不就是为了解你们不知道的事情 是吧 如果你在刻斗求剑的脑袋 刻斗求剑的那么一划线啊 支撑压力那么来操作啊 你永远不用学习啊 你也不用出来看人家怎么闹啊 因为你的两点一线 那谁都会啊 那就是死的 嗯,所以安迪在这要说什么呢 咱们低调一点啊 说今天呢 哎,是小亏啊 礼拜一持平,礼拜二小赢 昨天我啊 今天呢 咱们总结一下啊 小书啊 小书,小书 小书,这个名字还不错啊 那个名字还不错 小书啊 那然后我们看一下日K线啊 日K线呢 今天呢 其实这个我昨天也说过啊 即便这个用用这个NASDA曾经说过啊 他可能会有一个高开啊 或者是再往上走 因为这最近就会给这个多头制造一种麻痹啊 就是说,嗯,反正怎么回抽吧啊 多头好像都有劲儿了 往回拉啊 他在盘中呢 的确呢 也可以那么看啊 你包括今天的这个Dogios和这个SMP啊走势呢 还给人一种感觉呢啊 创了一个新高 创了一个新高呢 短期呢 又面临着这种变盘啊 很多人呢 咱拿道指来说 你走到这啊 咱记得之前啊 安迪在这个地方 有人说 我说这是一个区域啊 在这个地方会会产生变盘呢 他刚就刚就可能会啊 这个他没往下走 他是往上走 但是到这个地方 他又会产生这种啊 变盘点啊 他看看 要是按照惯性思维呢 他应该继续的啊 再往上走啊 这才符合就是 嗯 现在的盘面的走势啊 但是安迪认为呢 他这种走势呢 或许比较难发生啊 嗯 为什么我不再仔细的说这个呢 因为在这块变盘的时候呢 安迪曾经说过啊 我认为这个地方变盘 他应该是往下的啊 所以他打破了一下市场的节奏 肯定就是往市场里注金啊 就是注钱了 你才能打破这个原有的节奏 注完钱以后呢 那钱肯定是还会有一定的持续性啊 看他是不是继续往里注啊 或者是不注了 测了 或者怎么回事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呢 咱们交给市场啊 交给市场 来做反应啊 安迪呢 还会从明天啊 继续啊 汇报安迪的这个 石盘的经验啊 今天我感觉啊 我感觉多头不是很强了啊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看啊 他们最他们最牛的啊 看个五分钟啊 哦 不帮我看个分钟啊 在在这看啊 这是五分钟啊 你看最牛的 我认为啊 你就是道指啊 道指这牛啊 他上来以后 其实这一波后面 其实就是出现两个小时的K线啊 是比较大的一个阳线啊 那这个两个小时 安迪在旁边上啊 也早了早 我感觉 嗯 没有什么热点 基本上都是超跌反弹啊 都是属于超跌反超性的啊 往上的那种所谓的回补 其实跟盘面走的呢 就是一种 挺同步的啊 因为你像有些也补完缺口 往上走啊 也是理应啊 你像这个NASDA我说过啊 补完缺口啊 下面有缺口 这S&P也是啊 道用斯也是啊 补了缺口啊 好像有利好也没利空啊 一切都挺好 还要延续的 继续的震荡往上走 嗯 这一波起来呢 嗯 应该是 应该啊 安迪观察的是 没看出来什么 嗯 能带动的啊 基本上都是形态上的那些 所谓的一些 嗯 形态上的股票啊 集体的出现了一个 所谓的这个 反抽的行为啊 带动了股指啊 这个 我认为不是一个 嗯 太好的现象啊 应应该有比较灵魂的一些东西出现啊 但是没有出现啊 好 今天就是安迪的总结啊 第一是咱们在这啊 小说 第二呢 是感觉啊 多头呢 嗯 不太强啊 这是我的一个感触啊 然后继续回来啊 看了好多这个朋友们啊 非常好 说安迪你在什么时候 你会改变你这个做 做空的这个思维呢 安迪不会改变啊 因为大家如果知道安迪是半年前啊 就是拿了半年到这以后啊 两万七这一代安迪轻的多单啊 安迪轻的多单你现在两万七回来让安迪买 安迪不会买的 因为我如果 嗯 两万七这认可你的这个估值的水平 或者是这些成长性啊 Girls或者是Volue 我就不会在半年前我清掉我手中的获利多单啊 都是获利多单 有些成本是比较低的啊 嗯 那什么时候才会转变呢 我现在啊 不准备转变 包括以后 为什么呢 因为我半年前清完之后啊 我就这半年的时间吧 咱就说啊 我始终是以空为主 我以空为主 你这半年你也没再涨出两万七这圈啊 我感觉 就是说现在你说这个虽然是他没往下跌到哪啊 但是这市场这半年绝对是停止了啊 不再往前发展了 这是大家必须注意到的一个事情 之前我说过你是不是能复制这1718年的走势 现在安迪不太确定再往上走一万点 但是安迪有方案啊 如果看我的这个频道的时候啊 安迪的方案就是在这里啊 说我每股再涨一万点 你准备好了吗啊 我其实把这个多头最牛的啊 这种方案也放出来了啊 就是说其实他往上涨一万点 我都可以跟他打对手盘啊 做空他都没有问题啊 所以他在想让我翻多 现在的确是比较难 但是咱客观的来说说什么时候会我改变一下 就说这市场的确比较强一点啊 至少上三万啊 涨个三千点以上再说啊 上了三万 再说 有些朋友会不会说 你看你这个上三万你踏空了呀 或者是 我就很坦然的说啊 踏空就踏空 如果是大行情啊 你真是涨个三千点回条条 你能涨个一万甚至于翻一倍啊 我想每个人啊 他也不会错过机会啊 就算是职业的这些 别管水平高低的人啊 他也不会就是 这股市啊 不会一天所有的股票全涨到头啊 也不会一波行情啊 这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所有的股票都涨到头啊 所以有些人好像 一般的人 这个心态啊 就是可能是怕啊 怕回头 踏空啊 在这里我说一下啊 安迪不会踏空啊 如果错了啊 我再买啊 也不会失去所谓的这个多头的机会 但是现在啊 我连那么一丝那么想过都没有 因为你毕竟你的点位还是在两万七 而且还是比较费劲啊 所以这就万事 万事呢 皆是人做 就像有人做生意在的啊 咱说挣的钱 你至少船内饭局 你得有那力量型的选手在桌子上 咱再往下谈了 你回头你这个弄半天 你弄点那个小生意啊 你的小生意啊 那我也不是跟你做这事的人啊 是不是 咱就说的intraday 这个安迪其实也是 也不是说是职业在这班本砖做做intraday这个事 是不是啊 不会 所以做投资呢 还是做投资 所以还回到安迪以前说的啊 做金融的呢 别把自己总跟弄个卖白菜的 弄个三分五分就想出手啊 就说很多人啊 就认为这短线啊 这怎么赚就是 是能赚到钻石 是能赚到什么呢 就是99.99%的人啊 之所以会研究这技术和趋势 往往就是为了 挣那个三五分钟 或者是乃至于 五分钟K线 三根四根 都是这种思维 但是你真正的 你真正的赚钱 还不是凭借的 所以为什么说在这市场上 绝大多数人 基本上都都是赔钱 或者是输家的 因为本身你这脑子 研究的东西呢 就就不对啊 然后你那个赚钱的取之有道 你那取之有道的那个道了 哎呀 好像跟现实也比较远啊 所以在这呢 不妨也说说啊 有人看多啊 看多你能赚多少 看到多少 再往上三千点给你 你走吗 你要说你走 你现在就 就挣个三千点走 你还是要看多 你手里的股票能怎么样啊 所以我就说啊 这都是一环套一环的事情啊 希望大家啊 也是听完安地的video 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这些事 好 See you next time